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今天表示, 根据内部最新民调,高雄市长的选情已经翻盘, 韩国瑜宁对手陈奇迈6%,高雄已确定翻盘。 陈奇迈境办发言人立委赵天林基, 这是吹哨子民调,或新民调。 韩国瑜阵营表示,任何民调数字都只能参考, 韩国瑜会把握每一天,尽量跟基层我感情。 前总统马英九与谢龙介今天前往国民党, 台南市长参选人高斯伯的竞选总部助选, 谢龙介上台时提到南、高两市的选情, 表示陈奇迈对外表示赢韩国瑜8万票, 但事实上国民党内部民调是韩宁6%, 陈奇迈境办发言人赵天林说, 上次国民党高市议员许昆元公布假民调, 现在又换谢龙介公布民调, 这是吹哨子民调,或新民调。 韩国瑜阵营则表示, 不管支持度高或低, 任何民调数字都只能作为参考, 距离年底投票日还有41天, 韩国瑜会把握每一天, 尽量跟基层我感情, 也会努力阐述未来的市政蓝图。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今天表示, 根据内部最新民调, 高雄市长选情已经翻盘, 国民党参选人韩国瑜, 如图, 赢民进党对手陈奇迈6%, 图本报资料照片, 分享。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今天表示, 根据内部最新民调, 高雄市长选情已经翻盘, 国民党参选人韩国瑜, 民进党对手陈奇迈, 如图, 6%。 图本报资料照片, 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